手表什么问题? 没有,保养 保养 它就是其实就 它说链条调好了之后 就是链条没有用完它就有时候会停了 哦 就是 删链的时候就是带的时候有时候就停了 是吧? 对对对 这是北达菲律 对 多久没保养了? 好几年了吧 好久了是吧? 对啊,疫情期间就没出来过 这一款是南表 本来就是老公的 你老公带的? 对 这个不错 这个外壳都是金的 这也是金的 这一款是即时的 多功能的 这三个按键 这个八头按键也是K金的 现在这个贵了 转交了吗? 比要来买的要贵的多的 也没关注 按这个看的话应该在七八年有的 好像差不多 刚刚差不多吧 所以看得出吗? 按我这个这么些年的经验给你判断你这个带人 带的这个时间 你做我给你简单检查一下 三年以前都不出门了 那肯定的 这个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这个比较估计的一百多万 啊?不用吧? 这炒得很厉害 现在啊? 嗯 你那时候买的多少钱? 好像五十来万吧 五十来万 啊? 是这个吧? 我以为我没记住吧 哈哈哈 应该在六十万左右 啊?国外买的? 嗯 国外买的便宜 这个 这个 那时候买到一千十万 白达菲律现在炒得很严重 嗯 很黑 嗯 剑金 玫瑰金的 这些 比普春的要贵 嗯 时间短就停了 哦 你最起码的换三条皮带 对对对 刚刚我用那个雨伯的袋 就是来换皮带 嗯 皮带才一年换一条 对啊 你少碰水 那一条皮带也得几千块钱 嗯 你看这些 这些都是进水生锈的 嗯 这些边上生锈的 我都不敢刷 刷了都会掉机心里面来 嗯 等到把机心拿出来做保养的时候 这 胃科这些全部要清洗干净它 嗯 土锈 按正常来说 这个两年就应该保养了 不要两年 就是三年 三四年 嗯 你看这个膜 这个地方有断了 手配件断掉 嗯 手表一定要定期保养的 嗯 四年要保养一次 嗯 要检查一下 你等它这个 你自己都感觉手表有 有问题了 那说明里面是配件磨损了 哦 那不是保养的事了 嗯 就是这个断掉 嗯 嗯 上面那个 现在就三个脚 就剩下一个一个脚 哦 三个脚脚断掉了 嗯 嗯 白搭费力 这个标好 现在的一百 炒了一百多万 固扎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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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三个脚 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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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